说住啊,就是其实这一次呢 我那个去了 去了其实那个 我不太能说,就是我是 我是去的 我是先到了曼谷 然后曼谷之后呢 然后呢 去台湾 然后从台湾呢 来的马来西亚,我们也有很多 东南亚的客户吧,其实有一些呢 客户呢可能他们也不缺钱 其实你也明白这些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可能他们国内也不一定能回去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人 其实 我就去,我就做了一个很像比较嘛 就是泰国 台湾 为什么选,为什么会去台湾呢 你也知道这些 这些不能回去的人里面很多都是福建人 他们说客家话,所以说他们在台湾 可能比较亲切一点 台湾的话,他们去的话就相对来说 就是 会比较难 那么其实 在 在这里的 我们说十年就是说 一开始时候这些 富豪 就是他们上面这些老大 可能全部去了新加坡 该移的已经移的 其实就是 新加坡 欧洲的就是英国 这些地方 他们基本上去已经全部已经去了 然后第2批的人 就是 下面那些 所谓的马歹吧 但是 是有点钱的 可能 泰国 是一个 是一个选择 因为金银签比较容易 对吧 然后你花钱满的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基本上身上都会有基本护杖 对吧 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选择 对吧 那 为什么马来西亚他们 来的 相对来说 不太多呢 是因为 第一是泰国 比较方便 第二呢 是 马来西亚呢 可能 语言上面 虽然说他马来西亚很多的移民也是 也是 也是福建广州吧 但是 毕竟这里 这个 很大的那个 中文群体的社区 我觉得不太多吧 我 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可能 不太集中 不会有一个社区里面全部是说 中文的吧 他们有个全部 他都是 这里是个华人群 华人群体开始说 说中文人多一点 但你要出钱的话呢 在吉隆坡 是一定要会英文的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会英语的话 在吉隆坡生活的 特别特别舒服 就很方便嘛 就是 其实你说 买东西也好 包括别人的服务也好 包括公共也好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是 你说在东南亚这里 如果说是 很多人 可能他需要一个 身份配配置的话 我觉得那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个很好的 很好的选 特别好 我再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了解第2家 我我之前我知道 但是他改改过之后 我不太挺住 之前第2家是存100万 然后买100 买100的房子呢 这个不是硬性区域的要求 但是在吉隆坡 你要买房必须是100万以上 取权或者200万以上 那么现在新的 新规出来了 后来 开车 他那是50万200万500万 和三个等级 其实你觉得 他有必要去 调这个价格 他三个等级对应是什么服务呢 是会有什么 200万是10年 500万是 你有机会生成的PR 那其实他的这个证件的 本身是一次性的 还说就是说是到期之后你还能去 去 就是那你钱你就不能动 那钱不能动 对吗 我觉得就是多一个选 选择吧 但是 就是 因为其实 做移民这个行业啊 其实 很多人其实对移民 就是国内其实因为现在对移民他也比较打压 他们的信息来源其实有问题 可能小龙叔看的比较多吧 我觉得小龙叔上面说什么人都有 其实很多人本身他就是转帖或者是他 根本就不了解 是完全不了 因为我们做移民做的比较多 其实我们对欧洲移民是很了解的 就是说 其实政策的本身针对的是客户群 就客户群是你哪个群他适合这个 对吧 我们就说 存款这件事 你说你存钱 其实无非就是 给国家一个免息的一个 一个 买一个国债 对吧 就是你把钱给 给银行吗 其实就是 有利息 对对 他就算有利息 很多人也能接受 其实 我说实在话 就看你办这个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 因为 国内说实在话 最有钱的那批 移民 10年前已经全部资产 被据已经都结束了 就不存在移民 是说现在的移民就是就是中产 现在的移民就是 可能就是说 连中产偏上都没有了 中产偏上 就是我的我的意思 中产偏上就是 他那个金额 大概是多少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 是我的客户群 以及我的朋友 呃 我把这个线就是 滑在 我说的中产偏 偏上是 呃 自己在国内的一些房产 房产不算 手上有个 2000万 的流动资金的 这部分叫中产偏上 嗯 然后 两 2000万 以下就是2000万到 到1000万了 这个就是 呃 中产 你手上有个 1000万以下的 那基本就是刚刚入门嘛 对吧 那你说这一批人 而且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少 那你说 那你说就是说 除这个以外 你说还有一些 其实 你要在国内要把房子卖了 去去移民了 然后去考虑这个什么成本的 其实 说实在话 我就劝就不要 你就不要移了 这国内大家得了 真的 就是 就是 其实 消音之前的时候 他的 就说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 你在国内是什么样的一个阶级 和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壮 壮 你选择的只是到国外去之后呢 呃 其实你的这个钱你说你要便宜 是不可能便宜下来的 就是 就 假设你在上海 我说上海一个月 可能 就个人啊 就是 那不代表其他人 就是我觉得上海 一个月可能 一个家庭啊 我觉得 小孩读书不算啊 就是正常开销 在家里吃喝用 这种这个动作我觉得 有个 三万 我觉得算一个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蛮保守的 算一个 算一个就是很 基础的 嗯 一个 一个 一个消费啊 因为其实我 我知道我们我们我们这个就我们这个圈子是远远不够的 那他是说我就说三万 三万这个这个钱 如果说你要说那好我们这里三万 就是 比较普通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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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收益啊 但是说 这个收益如果说你要放到 东南亚来 那三万的话那也就是 两万的 马币 对吧 然后 你要是 太阴珠的话 你三万的话可能就是 呃 三万的话15万 的 的 太阳 就说 你说你要到那边去 你要 你要保持你的这样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移民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同样的钱 你把它发挥到 极致 就是你让你的生活 有更大的一个改善 能让你生活更加好 这个是 我觉得 是你需要去的去的做 对吧 就是 就假设就是说我现在 我本来我我一年 我是 40万开销 那如果说这个40万开销 我在 我在国内 其实开销是很紧巴巴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把这个钱用到了 呃 这里来了之后 你想你想你小孩这些 我这些这些费用我们我们就另外算 就是说 你在这里就是你 就是你会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选择 你说你 你在国内 其实你说上海这些地方的国际学校 那基本上就是 20到31年吧 就是你就不吃不喝不用嘛 对吧 那你说那你 那那你说 我就说你基本开销 我觉得你三万块钱 这样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点的话 我觉得你出来的话 就是你 你这个准备你要做好 就不是说你要省钱 比如说 我本来三个开销 我出来我要花两万 那你就不要 那你真的就不要出来 没有意义啊 那出来干嘛呢 就是 那你说你 你说你 你出来三万 你本来你比如你 你三万 你是不能请 请保姆的 那我想我 那我请保姆 你本来三万 你你比就是 说比方说你你我们说 房子你可以做做的置换嘛 对吧 你说你过来你住的房子可能和以前一样大 或者更加大大一些 对吧然后的话 你小孩有机会可以选择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教育的一个环境 包括 嗯 去去去去去吃饭啊去什么就说会有更多的一个那个选选择的话我觉得 这样的人才 就是 移民他才有意义 不然你没有意义啊你 那你来干嘛呢你不是他省钱来的 对吧 我还手不上钱 移民还有最大问题是说哎呀 我出来啊我这个钱进去有没有多少的 多少的 就是利息有多少的那个收益 其实我觉得特别奇怪这些人 就我一想问这些人我说 你首先 就就很多人就我们因为我们做 欧洲移民 就说 你买房 之前是可以买房 这买房完之后他会问你 哎呀我房子的租金 一个月可以有多少多少钱 对吧 然后我的收益 那个能够到多少钱 要不要问 要问 但是 回过头来说 首先你要明确 你出来你要干嘛 你上移民对吧 移民要不要花 花钱 是要花钱的是吗 然后 你花的钱 只不过是 在花钱之余 我能 我能有一个 我 我能有一个收益 能够cover掉一些我的 我的一些那个杂费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我尽量去少花一些杂费或者是一缺其他的钱 去来 呃 办一个 办一个移民 能够让 能够让 这个东西的成本 尽量的 稍微减 减低一些 那你说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要办一个移民 然后我要多少多少收益 你买的不是理财产品 政府都给你算算好 政府都不傻 对吧 没有人是傻 傻子 什么 你过来移民 我靠我还能让你挣 这个钱最好你再带点走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啊 其实 你首先你出来你就是要花花钱的对吧 你不花钱 这不可能出来的是吧 只不过是说 这个收益包括这个政策能够让你少花一点钱 你能 花了钱 在这的收获费 你就算能扯平了已经是非常好了 对 我们不说扯平 就是说 我能花 就是我能花10万的 现在有可能说 这个有些收益可能我只要花5万 这个就就就就行了 我觉得相当于赚了 对啊 你本来就花的嘛 你不能说 哎我赚10万 我最好这10万我都不要花 我还能带个10万走 那你就不要出来 累不累啊 一般有这种想法的基本上会都舍进去一些 对 就是说 很多人 其实 很多人其实小黄书上面 就是 有一些人问的 其实 很多 就是 就是既要想要 这个也要 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其实最后就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发小黄书了 因为我觉得小黄书上面太 颠倒黑白了 而且官方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流氓啊 流氓就应该做起流氓的最近才对 他管你呢 是 不管你是白的 不管你是黑的 有可能你是白的 他就不让你发言 没有没有 他不让你发言 你是黑的 你进了白面单了 你就能发言 比如说五万块钱 全家移民新加坡 怎么可能 五万块钱移民美国 五万块钱移民那里 对对 好多 还投了钱 给了钱 给小黄书 赞助 发广告 这都可以 好多好多 其实小黄书它是 第一是一个算法 算法本来它就可以调控 然后第二其实就是说这些移民本来他就是不能做这些移民广告 他就是 可能要你要一个什么注册一个什么海外的一个什么公司 对 就其实真的就是 我觉得 没有黑白是非了 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我觉得 靠谱一些 小黄书这上面 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不靠谱的 这是 就问了一个上次有一个人问了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 我们 我们的那个操作会有那个 导流吗 但是他现在不都会被禁吗 对吧你不能打什么微信啊什么的 就是 他会他会跟你说 啊 什么 哎我要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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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欧盟 能不能办公公了 这我说可以呀 他说大概的费用吗 我说说安利的话 之前的话 差不多就4万欧 对吧然后 当然 你每位你都要交了 交了个税 他说这么贵 他我说 你来的是欧洲大哥 哈哈哈 40万你还 不 4万欧才30多万 那你贵 那你就不要出来吗 那你那出来干嘛呢 我靠 我们说太多太小便宜的 太多太多 而且我觉得上了数片的大部分都是在小数 是啊就是 就是很多人我就不太懂他的点 就是你要出来你是移民 你移民你就是要花钱的 然后呢 你又想花最少的钱 你最好你什么你都想要 那我觉得这就和 嗯 以前的那个新马太919 你来玩的时间一样的就是旅游圈里面不都这样吗就是 就是 那那就是一个坑嘛 那就是 但是 还有人去 就和 就和很多人就是以前说什么去 去哪里旅游 去什么去云南云南旅游什么 什么 什么一块钱 那你那你那你花这钱的时候你 你不就应该 你不就应该想 想到后面的结 结局了吗 就是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正常人 就说 我想要一个东东西 首先 你要想好这个东西他有没有 价值 但是有价值的话 就是你 在 合理的价值范围内 你去尽量去节省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成本 这个是对的 就比方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 5块 这个东西可能是10块 那我可能就是我 我选个6块7块对吧 那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想法 就是 很多他不是他就这个东西是5块 他说哎我叫1块 那他那他1块的时候那肯定他有问题啊